中華籃本季進行大換血 少了野獸林智傑和大房東曾文鼎 中華籃核心也從黃金時代 轉變成以劉真 周一祥 張宗憲三巨頭領軍 其中小飛人劉真 從2014年勇奪SBO MVP 今年又帶領台皮在SBO風王 球季成熟度和領袖氣質 也獲得中華籃總教練顏家華 輕點成為本屆隊長 劉真新球季將轉戰CBA 球迷想欣賞他招牌超級快攻灌籃的英姿 得好好把握瓊斯碑 至於台版LBJ周一祥上季大爆發 靠著勁爆體能和更純熟的進攻手段 SBO二年級就繳出十九點一分 五籃板二點八助攻數據全面 還帶領達新從盧主越居聯盟前三 獲選年度MVP殊榮 加上SBO新科莊元郎張宗憲 去年暑假瓊斯碑比賽過程中受傷 導致出現一季空窗棋 現在帶著健康身體出賽 勢必得全力表現 證明選秀重援實至名歸 除了噴射機 下一代旅美幫胡龍帽 陳英俊雙雙首度入選中華籃 其中胡龍帽能從二號位打到四號位角色多元 今年報名參加CBA選秀 而選秀會將在二十八號 瓊斯碑比賽期間舉行 胡龍帽想獲得中國球隊助益 爭取更好順位 瓊斯碑將是他最後展現身手的舞台 至於陳英俊則要擔綱主控重任 今年獲得自由大學青睞 成為繼吳永勝後 臺灣第二位拿到NCAA第一級大學獎學金的好手 他和代表美國隊的吳永勝 將在三十號展開雙位對決 也成為一大關鍵焦點 而在呂齊明 彭俊彥都受傷情況下 中華籃賭盡經驗豐富的小野獸陳十年 充實後場戰力 二零一三年雅錦賽幫助臺灣打下第四名好成績 可惜二零一四年年初被捕受傷 上季SBO也整季沒有出賽 他和籃協的合約已在六月到期 今年三十三歲的Q想要拼續約 絕對要在瓊斯碑全力表現 今年中華籃老將多退局第二線 新生代好手接棒成為核心 能把球隊帶到什麼高度 就請球迷拭目以待 未來天天新聞綜合報導